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义弘你先跟我们来解释一下 因为要等到正式登记为候选人之后 才会有维安特勤来负责 那现在就是警力 那当时在台上的话呢 其实是没有人 那其实是台下是一男一女 那另外还有两个警察呢 是在比较远一点点的停车场 在那边负责保护 所以加起来就是一共四个人 可是呢 那庄瑞雄就有点生气 他就说 其实那个场子呢 那个妇人是一个什么常客啦 那抗议常客 那怎么可以还让他有机会晋升蔡英文呢 这就是万万值得检讨了 你觉得呢 我是觉得这次维安是有疏忽了 那当然他因为他成绩不一样嘛 因为国安局的维安特勤人员 他是有说过专业训练的 那警政署那些人到底派了 是哪些人 我们也搞不太清楚 而且他平时不是那么注意 但是你说维安能不能做到 完全滴水不漏 我觉得是有困难的 有困难 美国总统维安最好了 甘乃迪啊什么雷根啊 照样被刺 但是我们不是说他们被刺 就是我们就不要派 反正维安没用就不要派维安 还是要维安 那维安就是国安局的维安 特勤跟警政司是有区别的 那现在有人讲 那你现在为什么马英九的维安 就是用国安局的 他就是总统嘛 总统的规定是与国安局派 不要说现任总统哦 现任总统的总统礼律条例啊 也要国安局派人啊 陈水扁记得不记得 官在台北看出的时候 出庭的时候都要维安 维安特勤人员呢 到最后修法取消才没有 但我是觉得蔡英文现在 因为你讲宁愿多派不要少派啦 你要想象一下 万一蔡英文今天 不要说发生什么事 他不要说什么住院干什么 只要随便外伤一点 外伤的话你都受不了 是是 警政署都已经讲了说 金明要征询蔡英文 要不要增加随护 蔡英文署说不要 你也要多派一些 在线认为事先 因为事先要知道嘛 这个场合可能危险 你要多派一些安装啊 干什么这 雨情 可能发生危险的地方 你要注意一下 哦 是 市城你记不记得之前 其实马总统也曾经 也是被勾到脖子 对 那时候大家都很吓一跳 就是说很吃惊 就是说连马总统哦 他的这个危安层级是更高的哦 没错 然后竟然还能够被人用 这么近距离的还勾到脖子 非常的夸张 我跟你讲 马总统那个真的是 危安出了问题 因为马总统的危安规格是最高的 所以任何人就是不能够随便就接近 可是我觉得 我不是说蔡英文这个规格不应该高 而是我觉得危安有层次的 什么叫有层次 譬如说我的外围我准备一些人 避免有Sniper的那种枪手要去杀他 狙击手 然后现场在底下 我也保持其他人不要随便冲上去 可是台上就是个问题 上台的人我怎么知道哪一些是歹徒 哪一些是你的支持者 我如果全部把他挡到台下去 说哎 我的机器这里要把它弄弄下去 你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我觉得有些危安 你可以去自己去 譬如说我可能找几个人就认为说 譬如说庄云雄认为说 这个是常客有问题 就要盯上了嘛 记不记得上一次为什么连政委会被救 就是有人盯上那个枪手 那个陈 叫他叫什么名字 马面 马面对 就盯上说这个人怎么会在这边出现 后来因为这样一直盯 所以他上去 马上上去马上去 马上去制止 所以这是个关键 所以我们不是说危安要不要派人的问题 而是没有让危安变得更有效 对不对 如果我认为 比如说这个郑某我 这个郑思成是一个老师来这边闹的 我就会盯住他了嘛 但如果说警察 你根本不知道说哪些是选举 可能闹事的常客 或怎么样 你就没有办法去盯住他 所以如果说你现在真的要这样的危安 也OK啊 可是一旦 我觉得一旦如果说 因为这样得罪你的选民 那就对不起了 只能这样子 所以你只能折其一嘛 安全或是得罪选民 你知道以前这个金国先生 他那个时候当太危安非常麻烦 为什么 因为我爸那时候是警察嘛 他说你把人都挡开 他会生气 他说握手握手 你把人都挡开他会生气 他说你怎么都挡开干什么 所以你说这怎么办呢 所以这个就是问题在这里嘛 是 李老大 所以批评双英的这个危安 有他大小眼之分 其实这个牵涉到制度嘛 这样讲是不是不太公平呢 而且再加上就是说 连马总统也都曾经被人家 这样近距离的偷袭 虽然是还好是没有怎么样 那马总统也是笑笑 好像没有在那边表示震怒 可是问题是 我们却也看到了 这个危安的确是有 非常非常值得 很多很多要检讨的地方 我是觉得那个 是要分两个来讲 因为蔡英文那个话没有错 因为这个法律的规定 你现在还不是那个 但是我们台湾这个 那照规定总统选举 只有前面二十天十几天的 那哪一个不是前半年就开跑 对不对 所以道者利本不可不依 你法者事变不必尽同 原则上就这些人都要保护 因为它产生的政治效果是很伟大 是很可怕的 所以在美国的话 那个秘情局的人 那个总统在说我要自由 他说你不准 他说我要的时候 他就会说总统先生 接受保护是你的义务 对 不是你的权利 对 你不能放弃的 你不能放弃被保护了 对 所以他这个会会会会会 还有讲那个他刚刚事人有一点的 我是要的 他讲说盯柱 盯柱那个盯柱那个盯柱 你盯柱还让他开枪 这个盯柱就是失败的 所以你看那个真正的维安人员 真正维安人员那四等是很清楚的 一个是贴身的 贴身是防扑杀 要恐无有力会散打 因为那个扑杀的时候 你不能摔柱道 摔柱道会把自己主人摔到 但是呢 近身随护呢 是防刺杀 防刀防什么 那个叫什么 那个叫是会这个擒拿跟柱道 要马上抓走了 对不对 所以你那个 所以你还让人家泼墨水 像上次讲那个 讲那个说什么 有人拿两本书 说曹青人说 拿两本书给马英九 那个也非常小心 有实际的例子 在国外有一个人 拿书请他签名了 里面是签名 结果他里面挖了一个洞 里面是辣椒粉 一打趴他一喷 他拿给你一喷 因为那个伤害有可能 有侮辱性攻击 有试杀性攻击 有恐吓性攻击 有很多种 那我但是有一点 就是说 陈水扁跟马英九 他们这些年 把整个维安的环节搞坏了 以前的维安是很严密的 尤其在1963 就是民国52年 11月1号 吴廷岩吴廷柔 被军事政变 双双被杀 越南总统跟总体都被杀 然后过了20天以后 甘乃滴被杀以后 所以那个时候 整个老奖的系统 那个是维安非常严密的 所以那一批人 那一批当时受训练的人 现在没事在看 那个马英九那个 他们都 因为他们有一个职业性 那边是疏于防范 那边是疏于防范 可是后来 李登辉是注意排场 但是陈水扁是想跟 人民接近 想干什么 那控制不住 然后马英九就觉得 天下都像他一样善良 所以他也不太注意 那这个很危险 一个是维安的技术要保持 他们的文化 维安文化要保持 如果马英九的维安 他有那个水准的话 警务处的人去跟他 去跟他在一起交换意见 一个月跟着跑一个月就懂了 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很多 不管是哪个单位的人 这个还有李登辉时代 那个三合一指挥中心 就是军警线 这个呢 现在其实现在应该要编组了 要编组了整个在那个 所以呢贴身的 近身的近距的远距的 这几个都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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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受讯 姚老师其实像坊间 其实一直弥漫着一股 有一点点紧张的气氛 就是尤其因为呢 这个之前 连胜文发生这个枪击案之后 那到如今呢 现在又看到选情 又这么样的紧绷 你看双阴啊 这个差距这么样的歇歇尾 拉不开 所以呢就会让人觉得说 哇这次到选举之前啊 不知道会不会发生什么事 那如果再这样搞的话 如果维安在这么样松散的话 那还得了这样是不行吧 所以这种警政人员的教育 危机意识教育 我认为非常重要 将来国安 国安单位恐怕也是如此 我不觉得国安单位没有问题啊 李登辉总统 曾经给人家后面泼墨水啊 这些马银酒勾脖子 其实这些都是要检讨 因为我们台湾枪支没有合法 可能让这个危机意识会降低 这位女士对靠近蔡英文 这位女士如果有伤害企图心的话 蔡英文已经走人了 所以我是觉得 那那个结果就是对民主政治 非常大的一个亲爱 你能想象吗 现在蔡英文重伤了 那个台湾的民主震荡 是很大的 甚至于会有冲突的 所以我觉得危机意识的意识 不是在保护一个个人的身体而已 它是在维护台湾民主政治顺利的运作 从这个角度上 我觉得这些人要再教育 因为它非常非常重要 根本不能有一丝漏洞 按照我们刚刚所讲的例子 连总统都可以靠近 那将来选完了都可以改变选举结果 这个既然有三有枪击 也不一定要选前才枪击啊 这种绝对不要以为不可能发生啊 任何一个有对我们台湾有敌意的国家 它当然可以做得到这种事情嘛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维安意识 我觉得它是非常高层次的政治重大事件 我觉得国安单位应该很认真地教导 他自己所属人员 这件事情非常小可 好 光琴的意见呢 其实这有个尴尬的地方就是说 现在马总统他之所以 我国安所属是因为他是总统 不是因为他是候选人 那蔡英文没有 是因为还没有11月25号 登记为正式的候选人 类似这样还有黄岳学老师 还有李信常先生 包括宋楚瑜 如果他未来一旦成为一个准候选人的话 那所以这边就有一个尴尬的空窗期 那现在派在蔡英文旁边的是警力 那警力有包括数值的问题 就是说他们的配备 跟他们本身所受的训练 跟国安随护是不一样的 还有他们的人数也不一样的 那真正要等到成为正式候选人 像我参加过2000年国安局 所召开那个记者会 那个阵仗一排开 包括他们武器展现 还有包括买了新的那个皮包 对不对 那是一个防弹的一个包包 那每一组候选人 他们都会分配 然后有 有五个block那么多的那个随护 保护他们 所以现在就是说蔡英文那个场面 我是认为那个女士 我不太愿意提她什么 什么她的背后什么是不是陆籍的 这个身份 我觉得这个女士太粗鲁了 上去怎么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我也非常错 怎么用那种强夹持的那种方式 而在那个活动的本身 他们的这个工作人员 包括蔡英文自己的随护 跟蔡英文旁边有两名警力 完全没有反应过来 你就算没有管随护 你怎么会自认她在那边 被人家好像强拉在那边 摇写了这么多分钟 没有人反应 我们看到那个画面 已经是工作人员拿麦克风 那个司仪类似那种主持人 她来排除 那其他人这时候没有 没有她自己的幕僚上去 也没有她的警力上去 我觉得这是很大一个漏洞 刚刚姚老师她谈到是一个 我们现在要维护一个 非常珍贵的一个民主的一个成果 那今天不管是马总统 今天不管是蔡英文 如果谁发生意外 真的大家都受害 所以我觉得未来是 我们的政府去 如何去把这个空窗期 这尴尬期能够化解掉 那例如还有提到的是 要不要防弹车 这有关系到那个配备的问题 所以我是觉得这段空窗期 真的是蛮尴尬的 那这个部分怎么办 国安局是不是可以沿用 他们的一条规定 就是特殊人士 他们有一条特殊人士 这包括以前我们讨论过 赵建民也可以适用 陈志忠子女也可以适用 你是不是可以强化 特殊人士这个部分 把这个准的总统参选人 这个强化过 以至于过渡到后来的 登记为正式候选人 OK 好 来 观众朋友 我们休息一会进网告 等一下回来继续锁定 新台湾新光大道